武軍 率頌妖害人 人間 直怨何容忍 前因 且誓我道行 倉天恨 齊心 甘語苦苦共盟 那渣 不怕淚亭斬 誓死 去散我道人 解雅魂 雪好爭 愈能為你登永山 下雨已驚天地 痛愛我不計心禍神 但月增 這算是緣法 終再見 亦難作恩情 效而永在山 上集說到黃岩千辛萬苦 將一封家書送到前線 可惜卻丟失在戰場上了 我打算用烈火鎮和五彩神牛 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將他置於死地 沒想到卻讓他跑掉了 怎麼不這麼巧 我懷疑是你故意叫我兵分兩路去追解 其實是你想借我的五彩神牛 殺死西伯侯回去邀宮是不是 天王千萬不要誤會 貧道本來抓住他了 將他交給天王發落 可是突然走出一個人來 將西伯侯等人一一救走 是什麼人這麼有能耐啊 這個人 貧道曾經在稷州見過 他和江子牙是同一伙的 還有三隻眼 傻兜傻兜的 好像叫楊瑾 楊瑾 楊瑾 啟稟天王我們在樹林裡 找到這竹瑾 居然能送出一封家書 真是悅定 我們走 租了一天 先吃飯吧 不是啊 那封家書只有土行孫看過 平時他總是不信我 你跟他熟你幫我問問他 我已經幫你問過他了 他很認真很認真地回答我 他說封家書只寫了三個字 三個字 什麼三個字 哪三個字 那就是娘子我了 娘子我 沒有了 一定還有的 你快告訴我 年郎 你要快快長大 年郎啊 小眼眯眯的 簡直太像他爹了 對了娘啊 不知道楊瑾 有沒有收到那封家書呢 那封家書呢 我是托人把它送出去了 但是呢 能不能送到楊瑾手上 娘就可真不知道了 那倒是 他們在打仗就無定所 要找一個人 我看是挺難的 希望他能收到那封家書 燕兒啊 你不要這麼擔心啊 不過 不過我還有另外一個心願 我想帶念郎去見我爹 娘覺得怎麼樣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爹的牛脾氣 我看還是算了 那倒是 爹一直都不肯接受我的婚事 但不管怎麼說 念郎也是他的外孫 就算爹不認他 那他老人家也應該見一見啊 話是這麼說 可是 如果 如果我爹他 不知道念郎是楊瑾的骨肉 不就行了 娘 娘啊 你就再幫我一次嗎 好吧好吧 那就等你爹出征之後 娘就找一個好的機會 讓他們爺孫倆見見面了 多謝你啊 老爺啊 你在看兵書啊 你看看這個孩子啊 眼睛圓圓的小臉呢 還白裡頭紅肥兔兔還有啊 小手呢就軟綿綿滑滑的 多可愛呀 你看 我誇他呀他還會笑呢 你把誰家的孩子抱回來了 哦 沒有 這個孩子呢 是我娘家一個侄子的嘛 剛好今天呢 他帶孩子經過這裡 那我看這個孩子長得這麼可愛 就抱過來玩玩了 老爺 你也過來抱抱他吧 乖乖乖 唉唉唉唉 老爺 你把人家孩子抱到哪兒去呀 老爺 唉 老爺 孩子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野种是谁生的 跟他浑大爹长得一样 肯定就是那死丫头生的 你这死丫头还跑回来干什么 她是我们的女儿嘛 你怎么这样说她 我还没骂你呢 趁我不在家偷偷帮这个死丫头送家书 爹 那封家书是不是交给杨姐了 你别指望了 那封家书我早就扔掉了 你扔掉了 我告诉你们 谁在帮这个死丫头送什么家书 送什么口信我就把她头砍下来 老爷 你这干什么嘛 女儿又不是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 她也是一表老心 住口 进去 老爷 走啊 老爷 老爷 爹 我也要打扰了 上海 相公 自从你去打仗之后 每一天我都在想你 心里面有好多好多话 想跟你说 新军打仗一定很辛苦 你也一定受了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相公 我给你生了个孩子 是个儿子 又白又胖 很可爱啊 你知不知道我多傻 有一次我做梦 梦见你做了天兵天将 英勇杀敌威风凛凛 于是我就给我们的孩儿 起了个名字叫做念郎 相公啊 你有没有梦见过我啊 念郎他很快很听话 有时我唱歌给他听 他就睁大眼睛看着我 好像很开心 好像在盼他爹快点回来似的 但是我知道 你行军打仗不会这么快 回来跟我们团聚的 我和念郎过得很好 左邻右舍都很照顾我们 相公啊你要保重 虽然我们分隔两地 我不能亲口对你说 但是我的心里话 已经全都写在红布上了 为盼苍天友情 将这块红布送到你的手上 我和念郎会默默地等着你回来 好好保重 愿路上平安 勿念娘子爷儿子 风火了呢 带我回朝歌啊 求求你啊 因大婶 你这么大声啊 会把所有的人都吵醒啊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就是琵琶妖怪那件事呢 搞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要回朝歌去看看呢 要不要告诉哪吒 你说呢 她知道的话 会跟着我回朝歌 把那里搞得鸡犬不宁 那你快去快回吧 我在这儿等你 不用了不用了 我很快就回来 你去睡吧啊 行了回去睡吧 记住啊别告诉哪吒 知不知道啊 你自己小心点啊 嗯 风火轮呢出发了啊 把这碗莲子百合枸杞水喝了吧 明目的养颜的 琵琶 你先吃哪个 为父为你啊 嗯不要啊 不吃啊 什么都不吃啊 你们好烦啊 哎呀 这怎么行啊 这个又不喝 那个又不吃 现在啊 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怎么比以前吃的还少 你们这些三姑六婆 整天这么围着我 今天吃这个 明天又要吃那个 好烦啊 好烦啊 哎呀 我们全都是为你好啊 你不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嘛 哎 哎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的胎气啊 娘啊 要不要找个大夫 替她看一看啊 哎 宫中的御仪跟我很熟的啊 哦 大哥呀 你嘟嘟囔囔 啰啰嗦嗦的干什么呀 哎呀 本来就是啊 自从琵琶有了身孕之后 我还没见她笑过呢 一天到晚都黑着个脸 哎 动不动就发脾气 别人有了身孕不是这样呢 你怎么一点也不担心啊 哎呀 真是的 你知道什么呀 你大个肚子吗 以前呢 娘怀你的时候呢 我的脾气啊 比琵琶现在还坏几十倍呢 现在琵琶这样算是不错了 琵琶哦 哼 大哥 既然你这么空 干脆过去挑燕窝毛吧 这样啊 是啊去吧去吧 叫下人去挑不就行了 那可不一样啊 你会用心挑的嘛 你也不想将来儿子生出来 哦 是吃鸟毛长大的 还有啊 你挑呢 煮出来的东西啊 琵琶吃的特别香的 哦 这样 那那那我进去挑毛了 去吧去吧 琵琶不要发脾气啊 娘 别生气啊 琵琶 琵琶 把她当宝贝一样啊 哎 有时候她的脾气是大了一样 哎 是这样的啊 怀孩子都是这样的 我以前不也这样啊 迁就一下就没事了哦 迁就当然要迁就了 现在她比大王还厉害啊 哎呀 我老是觉得 如果她脾气这么坏的话 哎 你说会不会 是个女儿啊 怀的女儿通常会刁蛮一点 哎呀 来吧 挑燕窝毛不是这样的 我帮你吧 哎呀不要了 要是被琵琶知道你挑的话呢 她一定会不高兴的 你也别待太久了 如果让琵琶看见了 又会骂我了 你走走走走 哎 等等啊等等啊 琴哥 哎 干什么 师娘你拿只鸽子来 是要给琵琶吃的啊 不是啊 你有事找我的话呢 就飞鸽传书给我 知不知道啊 哦 别把她红烧吃了啊 哦 行了行了行了 您慢慢走啊 走了 嗯 你别喝这么多酒了 你看看你 这么好的美酒 就跟喝药一样 琪琶啊 我真的好胖啊 你也知道我的肚子是假的了 谁越怀胎啊 到时候不知道 生个什么出来给琴哥 我们是妖精吗 如果她不要你了 你就回来这里做妖精 干嘛要为了一个男人 这么折磨自己呢 姐姐啊 你不会懂的 我真的很喜欢琴哥的 姐姐 你的修行这么高 不如你帮我啊 不如你施法 施法给我一个胎儿 好不好啊 好啊 真的 真的 如果妖精也可以生孩子的话呢 那 是人都能做妖精了 就不用做人了 你说是不是 哎呀姐姐啊 你别开玩笑了 我真的好怕啊 你知不知道她们哪 全都是三姑六婆 一会儿拉我去拜神 一会儿拉我去安胎 到时候啊 如果穿帮了 这肚子是假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姐姐啊 你快点帮我想想办法 我求求你啊 你看看你啊 照我说呢 就应该今朝有酒今朝醉 先喝了这杯酒 慢慢再想吧 好啊 十逢乱世 周文王召集一师之后 不断征战 先后攻陷四水关 戒牌关 辽关 还有银铜关 由于杨简以仁义之心治军 人民称他大军为仁义之师 咒王不知大祸将至 依然沉迷美色 只关心造露台的事 朝廷的大权就落在打击的手中 公中大臣纷纷向咒王上书 请求与周文王议和 可惜朝廷满步打击的耳目 奏折未到咒王手中 官员就已经先遭袍落 短短两个月之中 被害的官员就有106人 另一方面 江子牙除了指挥杨简的军队之外 自己在冀州的军队 就一直按兵不动 哪吒屡次请英 他都不答应 反而每晚夜观星象 似乎期待着一件重大事情的来临 谁啊 原来是妹妹来了 不 不好意思 我吵醒你了 姐姐 你怎么了 妹妹 怎么你脸色这么苍白 你的手也在发抖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对了 我炖了点红莲烟我给你补身啊 妹妹你这么久没来看我 不会光是送汤这么简单吧 王后和其他贵妃姐姐 全都在御花园里赏花 她们说有事要和你商量 苏贵妃参见王后 妹妹不必多礼 坐吧 不知道王后这么急叫妹妹来 有什么事呢 我看今天天气这么好 而且我们几姐妹 好像很久没坐在一起闲聊了 所以就 王后 大家都是女人 用不着拐弯抹角了 有什么事你不妨直说 我 妹妹你果然是聪明过人 难怪这么得大王欢心 不过妹妹你应该知道 现在国家正是多事之秋 而你天天都要大王陪你争搁竹色 弄着精神萎靡 试问大王又怎么有精神日理万机呢 王后你的意思是 我是想请妹妹你劝劝大王 应以国事为重啊 王后 你跟大王是二十载夫妻之情 而杨贵妃又是以前大王最得宠的妃子 而我 只不过是刚刚进宫的贵妃而已 我哪有资格跟大王说呀 但是现在大王见得最多的就是妹妹你吗 啊 怎么王后你很久没见大王了吗 啊 大王他也真是的 他说非要到营香宫才能睡得着 这怎么办 但是 如果要妹妹逼大王到你那去的话 这样又好像不太好 啊 要不这样吧 不如王后你搬到妹妹的营香宫里住 这样每天都可以见到大王了 而且又可以尽年规劝 啊 妹妹天生愚蠢 就只想到这个办法 妹妹 现在国难当前 就当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啊 怎么这句话这么熟啊 曾几何时不知道谁说过呢 当时王后你又是怎么对妹妹我呢 够了别给你脸你不要 你住嘴 王后 妹妹还有很多奏章要批呢 我看妹妹还是先行告退 看看她 这么目中无人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杨贵妃就不信 她有什么手段这么厉害 可以把大王的心绑一辈子 妹妹你太冲动了 万一被她听见有什么好呢 王后啊 你干嘛这么怕她 你才是国母嘛 况且你跟大王有二十载的夫妻情义 难道还怕她区区一个小贵妃吗 有探子回报 周文王已经攻陷四个城关 暂且驻守在孟金 等兵士修生养兮之后再挥军进攻 同时杨贱也连同四大诸侯 集结十万大兵向东前进 随时准备左右加工大商国境 美人 你正在这儿啊 微臣寇敬大王 臣妾寇敬大王 行了行了行了 美人 今晚孤王九星大发 来来来 陪孤王去湛星楼观星赏乐 今晚阴云碧月 何来月色赏呢 没关系没关系 那你就陪孤王去酒吃肉林 再通饮三杯 随无月色可赏 但是爱妃你的美色一样那么醉人心意啊 大王啊 干脆等臣妾看完这些奏折再陪你吧 你先去 那好吧 我在湛星楼等你 怎么酒吃肉林 会有个民女在这儿啊 你究竟是谁 你究竟是谁 民女杨玉卿参见大王 有意思 有意思 一切就以国师你的意思去做 继续派探子 严密监视敌军的一举一动 是 娘娘 陆太参见娘娘 了 得不不不不哭了 你会在 prison 尽尾 να撞见 gev 拍照 我哭不不哭啊 来了 seen 的人 好喝 好喝 大王 不如你来捉我 捉你 有意思 有意思 你还想跑你 你往哪儿跑你 我捉到你了 你再来啊 我捉你 往哪儿跑你 往哪儿跑 没人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大王不在臣妾身边 臣妾如何睡得着呢 都是姑王不好 刚才姑王在酒池肉林那儿等你 那儿风很大 所以姑王就饮酒驱寒了 可能喝多了一点 我就睡着了 幸好你没来啊 那大王真是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大王 你怎么了 没事吧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有很多支箭一起射中我脖子似的 江环 奴太太 快去叫御医来 看看大王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奴太遵命 大王 你怎么样 你不要吓我 你快点坐下来 怎么样 没事吧 娘娘 微臣有事囚禁 神宫报 你来得正好 你快点过来看看大王到底怎么了 是 大王 你哪儿不舒服 我浑身都不舒服 好像被很多支箭一起射中似的 是吗 是吗 让微臣掐指算一算 大王 你好像是中邪了 你刚才去过哪儿 刚才 刚才我去过九池肉林 除了九池肉林 你还去过哪儿 我 大王 你要说真话 不然国师也帮不了你 我 我刚才离开的九池肉林 走出回廊 我到杨贵妃的寝宫那儿 待了会儿 杨贵妃呢 是啊 我去完她那儿就到你这儿来了 哪儿都没去过 看来杨贵妃 有很大问题 不会的 杨贵妃她十三岁进宫 品性纯良 她绝不会用邪术来害孤王的 大王 臣妾有件事 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 什么事 你说吧 爱妃 前几天 我在御花园里 看到杨贵妃 跟一个道士 在那儿聊了很久 我偷偷地看了看那个道士 我看到那个道士满点妖气 我心里简直不寒而栗啊 大王 到底什么事啊 搜 是 是 大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想找什么啊 住口 给我站在那边 大王 搜到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为什么孤王的生辰八字在上面 大王 你中了邪术了 大王 你中了邪术了 大王的龙体 无故刺痛的地方 正是这个稻草人身上所占银针之处 大王 大王 严贵妃真的懂得蛮夷 邪将之术 原来这些就是你所谓的手段 你可真危险啊你 大王 你这个贱人竟敢谋害国王 冤枉啊大王 大王 来 是大王 把他带走 走 走 大王冤枉啊 臣妾没有做过 臣妾什么都不知道大王 大王 大王 大王乃九五之宗 天之骄子 杨贵妃 你用妖术来加害大王 可知罪过 我根本没做过 我没罪 死到临头 还不去悔改 这次算是你赢了 你也用不着这么开心啊 就算我死了做鬼 我也不会放过你 我每晚都会来找你的 是吗 不过我怕你做了鬼之后 太难看我认不出你啊 大戒你这个贱人 你不得好死 放肆 你这个贱人竟敢随便骂我的爱妃 你这个昏君 早晚你会被这女人害死的 退下去 是 大王 大王 饶命啊 大王 臣妾不敢了 我不想死的大王饶命啊 那你现在认不认罪啊 我认罪 我认罪 臣妾什么都认了 大王乃是九五之宗 杨贵妃你加害于大王 就是逆天而行 与天为敌 所以要用最严厉的惩罚 以敬效应 现在你面前的这个刑罚 就叫菜盆 杨贵妃 杨贵妃 救救你 你放了我 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都不敢了 就算为能为命 我也无所谓 你早点认罪 你不就什么事都没了 我 我知道了 把他推些什么 大王 杨贵妃呢 姐姐 杨贵妃她怎么了 在中国历朝之中 论刑罚之残酷 以商朝为罪 共十三种之多 而菜盆 是专门用来对付犯罪的 三宫六院 或者那些女流之辈 王后 我刚才梦见有好多蛇 有好多好多蛇 杨贵妃身上有好 有好多蛇 那些人一直在咬她 咬得她好疼 她讲得好几菜 我好害怕 不要看临香 临香啊 问世都有我在这儿呢 你镇定点 你姐姐虽然歹毒 但是你们到底是亲生姊妹啊 而且从小相依为命 她怎么都不会加害于你的 即使不同往日了 我好怕 好怕噩梦会成真 一语会成真呢 我怕 什么噩梦成真 一语成真呢 我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真的 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 我 我前几天 看见姐姐的狐狸尾巴 你说什么 前几天 我到银香宫那儿去找我姐姐 她刚好在吴婿 我就看 我就看见她后面露出一条狐狸尾巴 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 对了 我爹曾经说过 姐姐出生的时候 有一些奇怪的景象出现 爹知道西伯侯的先天眼卦非常灵验 所以就找侯爷 替姐姐占了一只卦 令大伤父王 哦 难怪当日西伯侯那么反对打起进攻了 原来她真的是妖孽啊 不行 我一定要阻止这场灾祸发生 我要找个亲信 亲自给江子牙送一封信 希望她暂时按兵不动 而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诛灭打起 然后再和江子牙议和 出灭姐姐 不行啊王后不行啊 林香啊 你理智一点 理智一点 她是狐狸精 我们是人啊 人妖不两立 为了天下的苍生 你怎么都要大义灭亲了 但是我们两个怎么跟妖精斗 我们是普通人 当然斗不过她了 不过我知道当今世上 有一个人可以对付她 是谁啊 一个有玲珑蹊跷心的人 因末将之见 竹简上面所讲的 可能是赵王的缓兵之计 不能进信 丞相 赵王后竹简上面的言辞 应该是实情 如果是实情的话 他们两个怎么斗得给我打击那个妖孽啊 不管是真还是假 现在应该要做的 就是要辉军直逼逃歌 讹者说的也对 林阵对敌 必须要以我为主 如果丞相没问题的话 赶紧立刻出兵 好 天王 我们何不马上去检阅大军 好啊 果然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事 天王说的对 短短三个月之内 精兵准备就绪 有条不紊 果然难得 大洲得重将之助 哪怕大事不成 赶快丞下 大军何时可以出发 出发之前 你们要先做一件事 跟我来 好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率领大军 在这一带山后的千亩粮田里 种番薯 丞下 我们的粮草已经很充足了 还有种番薯啊 总之收成之日 就是出征之时 丞下 种番薯和出兵有什么关系啊 还打破砂锅问到底 丞下说种番薯就种番薯 一定有玄机的 传令下去 谢家种番薯 谢家种番薯 跟我跟我威风啊 来 怎么了 干嘛这么烦躁 你呀 你也不帮帮人家 你看见人家这么愁吗 你点事都没有 装大肚子是你教的吗 现在又不管人家了 还说是好姐妹 我不是吹了一口仙气 可以到你肚子里面吗 你看看 肚子越来越大了 哇 还有心跳声呢 简直就像有个孩子在里面了 哎呀 现在像有什么用啊 怀胎失业之后怎么办 难道我生一口仙气给那个男人哪 那打掉这个孩子不就没事了 当然不行了 我的男人会怪我一辈子 我没说叫你自己打 也可以借别人的手的 哎 那个二娘不知道怎么搞的 说会跟娘娘讲恢复我们的军职 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算了 反正我们也不想领她这份情 哎 这两个家伙 对了 上次我们当街被人抓住 说我们调戏良家妇女 就是他们俩搞的鬼啊 一定是这两个妖狐上了我们的身 搞得我们失去理智 抓住他们 嗯 柴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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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你要小心点 街上人很多 要是不小心被撞着了 那就不得了了 到时候回去啊 娘和大哥一定会骂死我 说我不应该带你出来 难道你让我老呆在家里啊 想闷死人哪 咦 你看 金茶木茶在那儿干什么呢 金茶木茶 你们两个在那儿干什么 这是大街啊 多丢人哪 木茶二灵 我们在抓妖狐 妖狐 哪有妖狐啊 住手 你们听见了没有啊 亏我还在娘娘面前 大力推荐你们 你们两个却在这儿发疯 你们两个是不是 不想恢复君子啊 二娘 你千万不要生气 住手问你们两个 那儿一下 爸说 damping会进去 para朝 你干什么呀 裤掌 你好 uffed мног ヴザ ад 你怎么搞的 这样会弄出人命的 之前我已经千叮万种 要你们小心照顾夫人 夫人的胎儿恐怕保不住了 你们两个畜生 静儿 静儿啊 你疯了你 就是这两个畜生 现在把二娘害成这样 你们就高兴了啊 大夫 你有没有办法救救她呀 是啊 大夫 如果真没有办法的话呢 就别浪费我们的时间 大哥 干脆我们找御医吧 静儿 我想起来了 你师父说过 黑风山那儿有一颗活命灵芝 是可以起死回生的 没错 好 我立刻去黑风山采灵芝 还有啊 我也听师父说过 那颗灵芝有六面妖猴守护着 很危险的大哥 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能救得了琵琶 就算是活海都善我都要闯啊 如果能找到活命灵芝 夫人和胎儿就还有一些生机 对了 霓裳 你和娘在这儿照顾琵琶 我很快就回来了 你们两个站在这儿干什么 走啊 不行 我要跟他们一起去才行 娘 现在啊 我终于明白了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那个男人呢 上刀山下活海 他都愿意为你去闯 你高兴了 高兴了 姐姐啊 你为什么不说这个孩子没了不就算了 干嘛多此一举叫他们去找灵芝呢 你刚才没听见他们说要去找御医吗 朝中啊 其人意识众多 万一来个眼尖的 一看就知道你的肚子是假的 既然你男人这么紧张你 你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忙忙好了 反正啊 他要不忙忙是不会死心的 那 那万一他们真的找到活命灵芝 那怎么办啊 你放心吧 他们这些人只有李静有能力采到灵芝 只要你能留得住他 就算李府上上下下的人群都去了 也都是白费心机 娘啊 您就留在这儿吧 我和金战木着去就行了 是啊 奶奶 我们和爹去采灵芝就行了 是啊 奶奶 你放心吧 你们的意思是奶奶没用了 那我还信不过你们呢 我告诉你们吧 想当年啊 我是你爷爷的副将军 和你们爷爷一起上任杀敌的 可那已经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 你娘我呀 到现在还是饱刀未老 夫人醒了 她在房里大呼大叫 大夫叫你们快点进去呢 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 夫人 放开我 放开我 夫人 夫人 你别闹说我 你怎么会有事啊 没事吧 皮膝 你怎么样 金哥 嫂子 你怎么样啊 皮膝 你别吓唬我呀 二娘 你别这么激动啊 是啊 我不要看见这个混蛋 她说我们的骨肉保不住了 大夫 你叫她走 怎么样啊 你快点想个爸爸吧 你别这样啊 天军 你报警夫人 叫她走啊 我求求你 想个爸爸救你 不要动啊 皮膝 不要动 不要动 不要动啊 怎么样 皮膝 你怎么样 金哥 我们的骨肉没这么容易死的 皮膝 你不用怕 微夫一定会把活命灵芝拿回来 救我们的骨肉的 金哥 你不要离开皮膝 好好好 微夫不会离开你的 你别 你不用怕 皮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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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样啊 没事了 大夫啊 我夫人的病到底怎么样啊 夫人她知道 胎儿可能保不住之后 情绪非常激动 夫人的身体本来就虚弱 再加上受不了打击 血往上涌 现在只有将军 才可以安抚夫人 如果将军一离开 恐怕夫人她会失控 到时不止是我 连大罗神仙都救不了她 甚至夫人也会有性命之余 那怎么办呢 从这儿去黑风山 起码要走两天两夜 静儿你要走不开 那怎么办呢 爹又走不开 是啊 怎么办啊奶奶 想想办法吧 姑姑你想想办法 怎么办呢 封神榜下一集 殷师娘决战六面妖猴 我先走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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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帮你去的 你帮助我